近日,日本传奇大卫王小林尊连续6次获得纽约纳森热狗比赛冠军 宣布正式退役,并将永远退出所有未来的大卫王比赛 这一消息作为大卫王界的传奇人物引起了不少的讨论 46岁的小林尊已下定决心 原因很简单 由于多年来一直参加大卫王比赛 小林尊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由于长期摄入过度加工食品 他的大脑出现了排斥反应 失去了饥饿感、饱腹感、嗅觉 甚至连续三天不吃东西 很多人都为小林尊的经历感到惋惜 但也有人认为在这样的大卫王比赛中 每个选手迟早会有问题 1978年3月15日出生于日本的小林尊 是一位以其惊人的食量和比赛记录而闻名的大卫王选手 他的大卫王生涯始于2000年 当时21岁的他在日本一档真人秀节目中 一口气吃了60盘寿司、2.7公斤土豆和16碗的拉面 迅速成名 此后他开始参加世界大卫王比赛 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创造高知名度的日本大卫王 在他的记录中 最著名的是纽约康尼岛的纳森吃热狗比赛 1916年纳森吃热狗比赛开始 比赛成绩从1972年开始记录在历史上 当时的冠军吃掉了14只热狗 截至2000年 这场比赛的记录一直保持在12分钟内吃掉25只热狗 直到2001年 身高1米73 体重75公斤的小林尊才出现 当时没有人看好这个身材瘦弱 脸蛋细腻 从未参加过热狗比赛的亚洲男人 然而当他开始吃饭时 他开始了野兽模式 仅仅5分13秒 他就吞下了25只热狗 打破了之前的记录 然后他直到50只热狗下肚才停下来 当时小林尊震惊了所有人 一些现场选手 甚至干脆放弃了比赛 打败他是不可能的 每个人都只能够盯着 这个还在倒时差的年轻人狼吞虎咽 他一只手把热狗掰成两半 另一只手把面包浸在水里 迅速送到嘴里 与此同时 他剧烈地扭动全身 以帮助食物顺利吞咽 这种组合动作 甚至成为后来所有竞争对手 都会使用的小林摇摆法 当时显示结果的技术卡还不够 以至于技术员不得不手写记录他的结果 和小林童年竞争 吃了17只热狗的奥卡马回忆说 食物被他神奇地吸了进去 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外星人 那就是第三种接触 从那一刻起 大卫王比赛的历史才真正开始 从此 小林尊成为这一领域的绝对王者 其实一开始小林尊并不是走大卫王职业路线的 他喜欢潮流 一直对自己进行身材管理 上身肌肉也皆是有利 腹肌也不少 但偶然之下 他发现自己进食的速度和数量 都比普通人多得多 而且即便吃得多吃得快 他依旧能够保持外观上苗条的身材 这样的巧合 让他和身边人都开始怀疑 他是不是天赋异禀 在吃上面就是只吃不胖呢 为了证明自己 小林尊才开始参加美国纽约的国际吃热狗大赛 本来只是去看看赛事竞争者的水平 结果没想到他直接咏夺金牌 靠一次性吃下的50个热狗举世闻名 并打破世界纪录 这还只是他坐实超级大卫王称号的开端 在之后的5年里 小林尊都参加了该比赛 并连续蝉联冠军 外加偶尔打破世界纪录 直到2007年开始 世界各地其余的大卫王相继被挖掘 他的冠军宝座才被人抢走 但说到纽约的吃热狗大赛 至今人们都还能够记得 他在赛上的反人类表现 除了专注于吃热狗大赛 一战成名的小林尊也在随后参加了更多的大卫王比赛 包括在香港吃蒸饺 叉烧包 在美国吃汉堡 在台湾吃羊肉炉 以及在新加坡吃沙甲烤鸡 由于这些赛事的竞争激烈程度远不及纽约的热狗场比赛 小林每次都能够以自己的节奏勇夺冠军 而他留下的一串数字也只能够让普通人目瞪口呆 8分钟吃完83个蒸饺 平均一分钟吃10个 12分钟吃了100个叉烧包 8分钟吃97个汉堡 观看小林尊的比赛视频 总有一种他的嘴是个黑洞的即视感 小林尊这个大卫王除了天赋 还有一套跟常人不同的比赛办法 无论从把食物送进嘴中 咀嚼食物的方式还是吞咽 甚至吞完之后给肠胃进行的伸展运动 都有他自己的特色 比如小林尊喜欢将大块食物递进嘴里而不是小块 稍微加以咀嚼就进行强行吞服 在满口都包着食物的时候 小林尊看起来纤细的喉咙仿佛有什么魔力 能够一下子将全部口中的食物吞下肚子 还不被呛着 有时候吞咽困难的时候 他也会选择喝下赛事主办方提供的饮用水 每次小林尊都会尽量将食物塞到爆满在嘴里 才一次性吞下 而当他完成一次这种进食之后 他还会跳着抖动下自己的肠胃 像是在整理胃部 给接下来的食物腾出新的空间 每次完成比赛时 他的肚子都肉眼可见鼓起来很多 但小林尊本人经常都以非常轻松的姿态 笑着完成比赛 真是让外界看得很不可思议 多年过去了 市面上继续诞生更多的大卫王 而昔日的小林尊也渐渐被流量遗忘 成为人们心中的一道影子 不过他在个人印子上还是很活跃 每逢每年的热狗日之时 他还会专门发文庆祝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 他吃了大约1万只热狗 这种可怕的食欲 给他带来了全世界的知名度 年收入高达65万美元 然而 这也给他的身体带来了可怕的影响 早在2016年 他就在一次采访中告诉记者 他可能患有纳森过敏 每次看到热狗品牌纳森 他的身体都会不自觉地开始颤抖 身上出现红斑 在今年网飞的新纪录片《破解健康》 肠道秘密中 他出现了 接受了采访 并透露了自己的故事 他在纪录片中说 自从我开始从事这个职业以来 我一直在想 我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了什么伤害 我想知道 它是如何损害我的大脑和神经系统的 他透露 经过20多年的大卫王比赛 他不再感到饥饿和饱腹 而是失去了嗅觉 当你吃的太多时 你就会失去闻到食物味道的能力 你也会忽略身体发出的信号 比如饱腹感 我听到人们说他们饿了 晚饭后他们看起来很开心 我羡慕那些人 因为我不再饿了 医生认为 这可能是因为他的大脑或神经系统 在比赛中没有受到停止进食的信号 换句话说 他的身体已经失去了对食物的感知 他不再依靠饱或饿来决定是否吃饭 而是依靠比赛开始结束的信号 纪录片中 小林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结果令人堪忧 根据脑部扫描结果 当小林尊看到食物时 大脑中所有与恶心和恶心有关的区域 都会发生反应 医生指出 你的大脑仍然认为你还在大卫王比赛 处于食用高加工食品的状态 最后他决定正式退休 我决定退出大卫王比赛 这是我过去的事 二十年中所做的一切 我担心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但我也对自己的未来感到兴奋 我的心情很复杂 但首先 我想修复我的大脑和肠道 现在小林尊宣布退役 但大卫王的比赛并没有消失 虽然被称为竞技 但进食比赛背后的健康风险不容忽视 参赛者需要在很短的时间 摄入大量的食物 为得迅速扩张 会导致胃壁拉伸 增加胃破裂的风险 而且从长远来看 大量摄取高热量 高脂肪 高加工的食品 也会给消化系统和整体健康 带来很大的压力 比赛的高强度和频繁的心理压力 使许多大卫王选手 在比赛结束之后 难以恢复正常的饮食习惯 甚至厌恶食物 虽然大卫王比赛 带来了短暂的娱乐和荣耀 但其对身体健康的潜在危害 不容低估 那么这种大卫王比赛 在美国为何非常流行呢 它的历史 可能比美国建国的时间还要早 在这片土地上 美洲原住民们 就曾经在冬季 举办过大卫王比赛 而第一批到达美国的移民 其实过得并没有那么好 很多人都在挨饿 只有那些成功人士可以吃胖 因此在早期的美国 肥胖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这个时期最有名的富人胖子 可能是戴蒙德·吉姆·布雷迪 他是爱尔兰移民的后代 后来成为杜金时代的百万富翁 戴蒙德·吉姆·布雷迪 因为吃货的身份而闻名 据介绍 他的一天从丰盛的早餐开始 包括鸡蛋 面包 松饼 粗鱼米粉 薄煎饼 牛排 排骨 炸土豆和几块橙汁 在午餐前 他会吃到两三打蛤蜊或蛤蜊 正式的午餐包括更多的蛤蜊和蛤蜊 龙虾 螃蟹 牛肉 馅饼和更多的橙汁 到了晚餐时间 还有和午餐差不多的美食等着他 到了后来啊 大卫王比赛成为了美国的一种文化符号 甚至被认为可以和爱国主义等精神相提并论 美国文化和暴饮暴食交织在了一起 没有人认为有什么不对的 1919年 纽约洋鸡队赞助了吃意大利面比赛 1958年 美国和苏联曾经让举重运动员进行大卫王比赛 冷战也延伸到了餐桌上 还有上文提到的国际吃热狗大赛 据说就是由四名移民引发的 他们在纽约康尼岛的内森热狗摊上 争论谁是最爱国的人 最后决定用吃热狗的比赛来决出胜负 也有人说这是杜撰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 美国精神是鼓励暴饮暴食这种行为的 但还是希望以后不要推广这项活动